陈平玉和陈云生避开 其实也只是避到了只有几扇屏风相隔的隔间里 陈寅看了隔间一眼 见被人阻止 才起身随着萧总出了厅堂 往内门道去 上外出内门道 陈寅就看见有两个护卫在门外守着什么东西 等到靠近 陈寅才惊讶地发现 地上横着的 竟然是一株手腕粗的树 这树的名字叫做剑雪风猴 听名字就知道 比秋的毒还要立上几分呢 萧颂介绍道 闪言听说过这种树 却是第一次亲眼看见 只是他不明白 你给我这个做什么 萧颂争了一下 道 这 我听侍郎说 你喜欢自己配药 我便把它 能来跟你瞧瞧 是否合用 其实 实情其实是这样的 刘青松说 向娘子表达情谊的时候 要采摘新鲜漂亮的花 扎成树 送给娘子 就能提高 表情中的成功率 唐朝可没有这样的说法 萧颂认为 刘青松一向不怎么靠谱 而且那些花 没什么用 闪言又是个物识的人 可能行不同 想来想去 想起了 童辽曾经说 自己几年前 得了一种 裂毒树木的种子 在庄子上 种出了树 还毒死了许多家禽 所以 就飞跑到人家庄子上 把树给挖了出来 染颜道 倒是可以试试 但 把这个东西 种在府里 会很危险吧 尤其 这还是别人的府邸 不如 就种在我的府里 你若是要用的话 也很方便的 萧颂建议道 好 染颜不宜有她 便应了下来 谢谢 纵然染颜 对这个别具一格的礼物 并没有多少惊喜 但还是十分感激 她的用心 萧颂仔细地 看着她针手峨眉 觉得 这几日的疲惫 一扫而空 心也变得柔软起来 这是一种 十分舒适安逸的感觉 想起初次 进到染颜的时候 觉得这个娘子 时时刻刻板着一张脸 一副严肃 又认真的模样 与旁人很是不同 当时 她正在抓捕苏福 因着她护着苏福两次 她并开始接近她 每次进她板着脸 都忍不住想斗一下 而她的反应 都非常有意思 仅此而已 然而 自回长安之后 为了把刘品 让拉入阵营 所以时时关注苏州的情形 每当含着她影子的消息传来 她都会莫名的精神一震 萧颂心里叹息 是什么时候 她已经 深陷 阿燕 我想 萧颂伸出手 后半句话还未来得及说 便被一个清脆响亮的声音打断 小狼君 燃美玉 站在门内 冲她盈盈失礼 萧颂心里有些恼怒 目光 有一盛的冷冽 但转眼间 面上却无意尝得道 审视半年多礼了 说完 便转向燃炎道 外面寒凉 进屋吧 燃美玉 也略有些后悔 本打算忍住不来 等明日精心打扮一下 让她眼前一亮 可一得知她来的消息 便怎么都管不住自己 现在 见也见了 未免在萧颂心中 留下轻浮的印象 燃美玉 只好装作路过的样子 朝萧颂欠了欠身 便转身离开 紧接着 便有势必前来 请萧颂和燃炎回听 燃平玉 能在自己府里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毕竟萧颂还没有提亲 自然不能太由着她 否则 这不明不白的算什么呀 萧颂与燃炎 一并回厅堂 燃平玉便说 燃炎身上有伤 让她早些回去休息 这见面 也只能不了了之 萧颂拒绝了 燃平玉的流速 领着人 又趁着夜黑风高 翻墙回了平康坊 她觉得 在这府里 却又不能相见 闹得心地痒痒的 整晚睡不着觉 还不如 回到她那个 冷冷清清的府里 辗转反侧 明早上朝的时候 还近一些 月华如水 各怀心事 次日 耿鼓刚刚敲了几十声 燃炎便被行娘 从暖暖的被窝里 捞了出来 洗漱完毕之后 她便坐在庄台前打盹 戈兰和婉律 帮她梳头发 娘子以前 再早起塌 也没见困成这样 昨晚没睡好吗 行娘问道 闪炎摁了一声 道 嗯 昨晚想事情 想得有些晚 头发疏通了之后 便换上了那件丁香裙 量身定做 各处都刚刚好 闪炎穿上这样一副 严肃的五官显得柔和了些 本就精致的五官 更添了几分韵味 行娘给染炎输了个低计 高级纵然流行 也很漂亮 但总缺乏亲和感 并不是和染炎这样年轻 而且本身又没有朝气的娘子 奇怪 婉律上下打量 装扮好的染炎 您您处处都没有问题 但一眼看上去 总不能像二十娘那样的 真言 这正好合了染炎的心意 在他看来 如果没有保护美貌的实力 就千万不要冒出头 染云生就是活生生的栗子 纵然现在 巴林公主气旦消耸 并没有任何动作 但并不代表危险就过去了 染炎不想把自己 摆在那样一个位置上 不然 随乍一看 并不太出彩 但越看便越觉得好 行娘对这身装扮也十分满意 低调韵质的华丽 用完早上不久 染平玉便请人来请了 参加宴会 也是件极辛苦的事情 不能去太早 以染平玉他们这样的身份 是不可能劳动主人亲自作陪的 去得早了 在那干等着 会分外尴尬 更不能去得晚 本来身份就低 去得还晚 若是遇上不大度的人家 或许会被拒之门外 礼物不能太轻 也不能太重 林林总总 要拿捏的事情 多不胜数 染平玉在长安打拼这么多年 对此类宴会自然十分熟悉 时间也都掐算得刚刚好 他们一行人到达政府之时 门口已经熙熙攘攘 热闹非凡 更有许多人还在陆陆续续的前来 政府的正门 站着一个着飞衣长服的年轻郎君 正与管家一起 拱手对莱克一一致谢 那是郑将军的嫡长子 阮平玉说这话的时候 看了阮炎 阮韵和阮美玉三人一眼 接着又叹了口气 也不知如何想 马车在门口停下 阮平玉和阮云生先下车 将帖子送上 与郑郎君简单的含寻两句 罗氏才将将带着阮炎三人下车 朝郑郎君施礼 便随着阮平玉入府 政府坐落在安心坊的西北角 占地二十余亩 门房朝南 府内分前后东西四个院子 后院是女郡的居所 东院住的是政府成年的郎君们 前院设有书房正厅之类 而阮炎他们所要去的则是西院 西院全部都是燕客所用 燕厅客房一应俱全 小丝把阮平玉他们领到西院中 而后南客就要与女郡分开 到了一个左右岔口 并有势必接引罗氏等人 往女郡们聚集的吉方阁 闪炎刚开始还觉得 他们穿得太奢华 但等到站在吉方阁外 顿时觉得如入花海 光是大堂里主子家士币 都有一百多人 每个人都是挖空心思地装扮自己 即便穿得再奢华都不起眼 吉方阁中分为许多个小哥 如同酒楼一样 有雅间有大堂 除了几位身份特别高贵的夫人 备受瞩目之外 其余人大多互相并不知道身份 但彼此都是经常参加宴会 至少会混个脸熟 因此罗氏一路上 面上带着大方得体的微笑 见到面熟的就笑着汉手失礼 这一路下来 竟是有二三十个见过的 罗氏带着冉氏姐妹三人 往里面走 准备寻个小姐坐下来 却听见一个柔美的声音唤道 罗夫人 罗氏顿住脚步 寻着声音看过去 只见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妇人 一袭杏红色罗裙 茶黄椅蒂文漆绣被子 蓝绿色青纱披薄 云记高迭 面上擦得一片雪白 夹上红韵微扫 樱桃小口 嘴边两个酒窝处 点着两个红点 日本异计的妆容 可能就是发源于此 闪言乍一看 有些难以接受 尤其是环顾四周 发现有许多人 都画了白刷刷的一层 屋内人来人往 可能是出于礼节 声音却不是很大 这让阮言有一种太平坚里诈尸的错觉 上官夫人 罗氏笑着迎了上去 满脸惊艳的赞叹道 夫人这个面妆真是精致 不知是哪首桥手画叫 上官是笑道 还不是老样子 翻来覆去总是那几种 只能在金桥上下功夫了 倒是罗夫人的桃花妆 显得更清晰些 听着两人的谈话 阮言飞快地扫了罗氏面上一眼 方才在车上 他一直听着阮云说话 并未注意罗氏 匆匆看了一眼 只觉得他气色很好 想来 这桃花妆比面叶妆 更容易让人接受些 哎呀 这三位娘子是 上官是与罗氏寒暄完 便将目光放在阮言三人身上 一看之下 不禁有些惊讶 居然是三个气质迥异的美人 罗氏笑着先介绍了阮言 这位是我们阮氏本家的敌女 十七娘 阮言冲上官是欠身行礼 见过上官夫人 当真是天生丽质啊 上官是大量燃烟一眼 目光却被他身上的 丁香春雨裙吸引 这花样从来没有见过 是在哪里修的衣裳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美女和一件漂亮的衣服 显然是后者 更能引起她更大的关注 阮言尚未答话 罗氏便接口道 雪七娘平日读书之余呀 就爱琢磨这些新奇的玩意儿 这花样子是她画了 请齐罗记的徐老板给做的 十八娘和安芸身上的秀样 也是她画的呢 上官氏的目光 这才转到阮美玉和阮韵身上 看见他们身上精致的刺绣 夸赞道 十七娘当真是个有才的 竟能会出这样别致漂亮的样子 阮言可不敢读揽功了 上官夫人谬赞 样子不过是花了点小心思 还是齐罗记秀得好 上官氏听阮言如此谦虚 越发起了好感 于阮美玉和阮韵 略略打了招呼之后 便拉着罗氏和阮言 讨论新花样 不一会儿便聚集了许多贵妇 阮美玉脸色有些难看 有不少夫人娘子 偶尔会打量他们身上的绣花 阮美玉见一旁 也被挤出来的阮韵便道 阿韵 我们去别处转转吧 反正离艳会还早 阮韵也正觉得无趣 我知道附近有个小暖阁 阴摸会有许多年轻娘子 就去那儿吧 两人与罗氏说了一声 便起身去了小暖阁 那个暖阁就在吉方阁附近 出了门向左拐不到百米 建于一个假山之上 沈娘也不知怎么想的 明明你才是她的亲生女儿 她却先向上官夫人 引荐十七娘 阮美玉嘟囔道 阮韵斜了她一眼 懒懒地道 哼 这就是命 谁让我母亲 不是出自显阳正式呢 或者士族制上的 哪个门阀世家 阮美玉不置可否地 哼了一声 她自从来了长安之后 也渐渐明白了母系士族 不可忽视的力量 也有些能体会了她母亲 为什么用那些狠绝的手段 因为大多时候 出身就已经决定了命运 高氏嫁入阮家 要么逗到一切阻碍她地位之人 要么就任命 活在一个以死制人的地位之下 与高氏相比之下 阮美玉虽然不算笨 但她到底是被骄养长大的 莫说有没有那个头脑 便是连事情百态 都没看过多少 两人正到小暖阁附近 听见里面笑声震震 而在南窗边上 有几个衣着华丽的狼君 正踩着小丝身头往里面张望 阮云一把抓住阮美玉 小声道 我们快走 为什么 阮美玉高八度的声音 即使降了几个音 却依旧很高 吓得阮云不由分说 抓着她便往回跑 阮美玉也觉得事情不对 便不作声 与阮云快跑到 吉方阁附近的假山下 才拉住她 喘着粗气问道 你跑什么 不就是几个灯徒子吗 阮美玉还想去多认识 几个世家娘子 这下没了机会 自然有些气氛 你知道 刚刚有个卓兰袍的狼君是谁吗 阮云见她气 便也不耐烦起来 哼 她是裴景 见阮美玉不明白 阮云小声解释道 她呢 是武德年间 尚书幼仆社裴继 裴相公之孙 母亲呢 那是临海长公主 父亲官拜 宾州刺史 她在国子县里头呀 就是头一份混子 幼时 曾做过太子陪读 因此 与太子交好 那也不用跑啊 阮美玉翻了个白眼 以为阮云见到地位高一些的就胆怯了 你听我说行不行啊 阮云没好气的道 裴景平素最爱收集各种美人 他自己好色不好色我不知道 但这些美人都是被献给太子的 阮美玉争了一下 又听阮云道 太子若是选妃或者良帝 都要按宫里的章程办 这私下送过去的都是玩物罢了 这样啊 刚刚多亏你了 阮美玉生得美艳 只要不是个瞎子都看得出来 他虽然有野心 却也不想当个任人玩弄的物件 哪怕是太子手里的玩物 阮云哼哼两声表示硬了 但旋即想回来 阮美玉又问道 应该也有不少愿意的吧 毕竟等太子登机后 好歹念着情分 给封个美人什么的 阮云瞪了他一眼 又看了看四周五人 才小声道 说你没见识 你还别不服气 封卫呢 首先得挤着那些原本有名分的 身有紫色的 一个小小的宠奴算什么 情分 哼 情分几文钱一斤呀 到时候 更年轻更貌美的多了去了 差哪点情分呀 你 阮美玉想发火 但又觉得阮云说的有道理 到底是把火气忍了下去 这都跟你一样 什么都算钱的 是快 阮云只觉得好笑 他从小就爱赚钱 所以也早早地就弄了点小生意 不靠家里的实力 再加上 生在长安这等繁华又现实的地方 自然眼界比一般娘子要宽 但他没想到的是 阮美玉 居然还有那种天真幼稚的想法 不禁小声嘟囔一句 哼 也不知道高师都教了他什么 说着便往吉方阁内走 刚走了几步 便听见身后沙沙的声音 阮云心下一惊 连忙拉住阮美玉 不要回头 但为时已晚 阮美玉听见声音被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便回过头去 却只看见甲山附近有几丛长青树 阮云拉住阮美玉 直直冲进吉方阁 手心已经微微湿了 你刚刚没转头吧 没 没有 阮美玉被他紧张的神情吓着了 立刻问道 怎么了 哦 没什么 怕是那群灯兔子发现我们了 想故意引我们转过头去呢 阮云随口说着 往罗室那边走过去 阮美玉脑子有些发懵 但想着 只要跟着众人应该不会有事 他环顾四周 看见已有好几个容貌俏丽的娘子 心中才安定了一些 随在阮云后面 往一群聊得正热闹的贵妇那里去 却见阮炎被围在中央 每个妇人都想找他说上几句 阮美玉的嫉妒心 顿时让他把刚才的事情抛之脑后 阮炎深深知道 得到这些贵妇的另眼相待 对他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 既然罗室有心捧他 他也不能表现太弱 所以便稍招透露自己会医术 用前世 从室友那里学来的妇科美容的知识 给这些爱美的妇人普及一下 只这一会儿功夫 周围的人纷纷请他帮忙 看看自己身体是否有样 是否有影响容貌的内在疾病 人越居越多 阮炎都有些难以收场之感 这乡热闹非凡 吉方格外的驾山后 走出来几个华府郎君 为首的郎君 一袭宝蓝色圆领胡符 唇角微微仰起 声音含着笑意 果然美丽啊 他眉眼细长 眼尾微微上跳 一贫一笑 一举手一头足 都带着难以言说的风流态 此人却正是染运 未知如虎的陪景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